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姜丝 再来点蒜末 红辣椒 放好的香菇 剪去蒂头 切成薄片 竹笋 我这里的竹笋是经过汆烫了 锅一边热水 不然会有一点的味道 胡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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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尽你所能切丝吧 胡萝卜 胡萝卜 按清一个打散 胡萝卜 准备水垫粉 胡萝卜 今天准备的东西确实比较多 不过不用担心 到这里大头已经完成了 锅里倒油 热一下锅以后倒入葱姜蒜 这个时候保持中火就可以了 炒出香味以后加入红辣椒 辣椒变软以后把肉丝也放下去煸炒一下 挖掉酒 加水 这边做的是比较大分三到四个人的量 所以我加了1200毫升的水 把刚才准备的食材 除了蛋清和水淀粉 其他全部都加进去 大火把这锅汤烧开 水开以后就可以调味了 香醋 老抽 盐 糖 鸡精 大胡椒 全部加好以后先尝一下味道 酸辣汤的味道特别需要你慢慢的调整 不是说多少水就一定配多少醋 多少胡椒粉 食材的多少也会很大程度的影响酸辣度 像今天的食材呢我放的比平时就多 味道有被明显的稀释 所以我还是再加了一勺醋 味道调整了就可以勾芡了 鸡蛋清慢慢的倒下去 起锅之前可以再滴一点辣油和香油 自家的酸辣汤 材料放的多所以口感很丰富 一口下去各种食材在唇齿间起舞 热人辣辣的 暖了身子也开了胃 我是Penny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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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